谢谢理事长 那我们今天总共要颁发四个奖项 首先颁发的是社会创新奖 社会创新奖旨在表扬各个领域对社会议题有永续思维 并且有做出重大的创新以及贡献的机构 协会颁发相关的这个竞赛已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也深受政府的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家庭 请掌声欢迎颁奖人行政院政委员唐凤上台为我们支持 双方政委曾经关注社会创新与青年参与 为我们协会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去年的社稷周也有出席领担任颁奖嘉宾 今天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政委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大家刚刚看那个影片 整个脑里都会想说不会群聚吧 对不对 去年跟今年最大的差别 就是大家都要戴口罩 但是确实了 今年我们看到说社会创新的这个理念 刚才想到台湾Can't Help这样子一个扩散性的这样子一个想法等等 其实在今年增幅的程度都大概是十倍以上 在以前大家想到台湾的时候 想到Made in Taiwan 想到的是特定的商品或者是产品 或者是特定的制程 或者是特定的服务等等 但是现在在国际上面听到Made in Taiwan 可以想到是台湾模式 怎么样子去防疫 怎么样子去对抗嘉宾血危害等等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用社会的创新的力量 而不是说由上而下 好比想说指挥官说了算的这个方式 问大家为什么戴口罩 很少人会说是因为指挥官叫我们戴 相反的很多人都说指挥要我们在捷运场不用戴的时候 我们都早就已经戴起来了 那现在戴很多也是因为粉红色很漂亮 或者是彩色很漂亮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说 在台湾我们就是透过社会创新的力量 让任何人对这个一个小小的口罩有任何想法的时候 不但是我们的产业界我们口罩国家对使用航胎的那种技术来投入 这样子的精密机械生产 在药局药室健保卡的这边 也是透过社会创新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口罩力图啊 机关夹啊 LINEBOT啊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 连一个小学生小男生 说这个他戴粉红色口罩不太敢去上学 之外观所有人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不然他就敢去上学了 或者是来痊愈老师 发现说您电锅里面只要不要加水 口罩就可以消毒了 那这个绝对不是大同典国当时设计出来的目的 那这个绝对不是产业创新 那也是社会创新 但大家只要打个电话 192年我们就帮他这么复杂的概念 所以Social Innovation这个概念 后来大家就发现说 真的是在社会企业创业的时候 只要你能够搭在这个社会创新这个概念上面 那么你的客户就不是只是你的客户而已 而是好像你的传道人 好像你的大使一样 所以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也看到今年的这个得奖者 很多都是扣合这样的社会创新的概念 把他们的这个理念 让大家告诉大家 一传十 十传百 这种儿子啊 阿强女士是OK的 谢谢大家 谢谢正伟 现在请正伟为我们颁发社会创新奖 请鸿海科技集团专理黄威上台领奖 鸿海科技集团积极推广AI教育 推广新兴科技讲座与活动 跟共同点赚了台湾首本高中的AI教科书 谢谢大家 请永胜光学人资部经理林秋慧上台领奖 永胜光学重视工作同仁 积极推行人性化的制度 认为有幸福的企业才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 请金阳国际董事长 游文向上台领奖 位于台中港的金阳国际 自1993年创立以来 持续提供专业的通关服务 实现供应链的整体营运效益 请加勒福总经理王俊超上台领奖 加勒福自2018年推动食物转型计划 支持在地的小农 希望让消费者反思日常生活中饮食的选择 请聚宏建设营造出副总林俊国上台领奖 聚宏建设秉持着永续经营的角度 利用土地周边与空间美学 塑造出环与环境友善共好的建筑 请联家光店总经理黄访玉上台领奖 联家光店致力于企业与社会永续发展 长期捐助社府团体 并对社会上的弱势族群传递爱与关怀 请正伟与各位受奖代表往台上的中间前面靠近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 祝福 谢谢政委与各位受奖代表 现在请各位可以先行回座 非常感谢各位得奖能为 期许他们的典范表现 能够成为社会学习的标杆 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共同努力